自来看的是全台有750万的单身人口 让消费市场出现了单身商机 衍生出像是单人电锅 还有单人洗衣机 或者是闷烧罐等等 业绩增加了一到两成 而便利商店更观察到了 像是个人锅物小吃类等等的产品呢 也都有两到三成的业绩成长 色彩鲜明 模样超可爱的疗愈系娃娃 光用看的就觉得心情舒服 这是便利商店推出的极点活动 请来日本超萌的宇宙人娃娃 塑造出陪伴感 正是因为台湾单身的人口越来越多 便利商店卖起单颗水果 一个人想吃香蕉也不用买一串 还有一人份的小吃 或者是热腾腾的沙茶猪肉锅 通通都是量身打造 就是因为看准了单身族的庞大消费力 宵夜的话就一个人的分量 然后之后就觉得这样分量刚刚好 那就是我就是会买一些像水果 像香蕉的话就一根一根这样子买的话 就是一个人吃就可能一根这样子就够 微波小菜类的这样子商品 跟去年来比呢 通常都有稳定一到两成的一个成长 水果导入之后呢 在也带动了蔬菜沙拉类别呢 都有稳定两到三成 而家庭业者也嗅到这股商机 推出小size的电器 像是单人用的洗衣机 有洗衣脱水双槽设计 或者是一人份的电锅 下面煮饭 上面还能够热菜 还有小型的闷烧罐 方便准备小份量的食物 这两年也大约有两成的成长 全台单身人口约750万人 商机估计至少百亿元 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经济炙手可热 油电TV占有红罗一星台北报道